虽然这次前王多哈参赛面临着很多困难 但主教练杜峰表示 中国男男将会拿出100%的精神状态 最好的战斗力去赢得胜利 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给大家展示自己的机会 同时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去了解不同状态的球员 根据千元国家队以往的情况 选择老中青三个年龄阶段的球员都有 更好的有一个国家队的传承 其次通过这个周期可以更好的发现一些更多的年轻球员 那可能大家也会觉得这个球员之前在国家队 这次可能没有或者是一个并没有开始打到非常出色的球员入选的国家队 因为其实大家知道这几年国家队的这个 大门会向不同年龄阶段的球员 包括有篮球天赋的球员都去去产态 去根据这样的一个机会 凶练和比赛的机会培养和发现更多的这个 新生代的这个篮球球员 还是要非常感谢国上知道能加入这次集训的大名单 担任教练组成员 大家要知道国上知道曾经在国家队球员时代 教练时代都有非常好的这一个经历和战绩 其次在联赛俱乐部当中也获得过CB的总冠军 所以他在教练员执教的方面 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很好的临场指教的能力 也希望他的这次加入呢 能给国家队带来更多的在思想上 即战术方面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我也相信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合作的一个状态 其次呢也在这里也特别感谢广州龙石俱乐部 这个对国家队的支持 然后让他暂时离开俱乐部来帮助国家队 能代表国家队出战不仅仅是我 还有这些队员最高的荣誉 我也相信我们会体现出百分之百的精神状态 最好的这个战斗力去打好这次比赛 去赢得这场这次比赛的这个胜利吧